第八百零五集 当然不是了 我是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大聚会啊 而且还是在他们的私人别墅 陆玉善善一笑 嗯 我猜的 你可真会猜 当然 宋京城绝对不相信 这是猜的 不过 他还是顺着话说道 那你再猜一下 待会儿还有谁过来 这个陆玉就猜不到了 要知道 小包子只是让他来 可没告诉他 今天会有谁来 心城 外面又是一道男生传来 这才是主角登场 陆玉眉头一皱 这声音 怎么有点耳熟呢 宋京城赶紧去门口迎接 苏宇 快快快 进来 可算是把你这位大忙人 给请来了 你可别这么说 不然我可能三天两头 来你这里蹭饭了 苏宇半开玩笑地说道 进来才发现 今天的客人 还真不少 他礼貌地 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这会儿 季先生走到季太太身边 毫无征兆地就开口 季太太比较忙 想蹭饭的话 说到这里 他扫了眼在场的每一位 最后的目光 落在了陆玉身上 这里唯一有可能的 就只有陆玉 你们可以协商搭伙 苏宇早就看到陆玉了 只是没好意思 跟他单独打招呼 陆玉更是惊喜又意外 没想到 小包子会给自己 这么大一个惊喜 怪不得神秘兮兮地不肯说 看到苏宇看过来 他像个林家小女生一样 腼腆地跟人家笑了笑 哎 陆小气 你脸红什么呀 人家就是让你们搭个伙 又没有让你们搭个伴 陆又灵端腻出猫腻来 走过来 把陆玉给调侃了一顿 陆玉瞪他 星月跟着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 搭个伴也没什么不可呀 男为婚女为嫁 多好的机会啊 嗯 这个可以有 大律师一边给闺女喂奶 还不忘也顺着娇妻大人说一句 小包子在一旁使坏 咱把小妹妹的奶喝到鼻子里去了 什么 喝鼻子里去了 星月紧张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大律师手一抖 也不知道是被娇妻大人吓的 还是被孩子吓的 脸色都白了一层 可是 看着怀里的闺女吃得正香 怎么可能吃到鼻子里去了 而娇妻大人已经杀了过来 大律师赶紧解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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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我以向上人头担保 不用你的向上人头 从今天开始 睡一个月沙发 星月从她怀里将孩子抱过来 大律师一脸无辜 那你还是拿我的向上人头吧 让她睡一个月沙发不碰娇妻 那还不如杀了她算了 他们俩这一打闹 大家都笑了起来 陆玉趁着大家没注意 揪着小包子 离开了大家伙的视线 小包子拖着小屁股 不肯走 表姑 表姑你这是做什么嘛 这家小妹妹看见会吃醋的 还吃醋 神小鬼大 麻烦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苏叔叔会来 陆玉蹲在小包子面前 生气地问她 小包子想了一下 也不算早吧 就是给你打电话之前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陆玉抓狂 又是早知道苏语要过来 她怎么也得去做个发型 化个妆 换到漂亮点的裙子 打扮得美美的 小包子觉得自己挺无辜的 你也没问的 我不是问你 为什么要请我来做客了吗 可是你没有问谁要来啊 不都说小包子 比同龄人聪明吗 怎么陆玉觉得 她比同龄人更笨呢 肯定是小包子的奶奶和太奶奶 炫过头了 明明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包子 小包子见表姑气急败坏的样子 偷笑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表姑送我的坦克 什么时候给我开过来 坦克 开过来 哦 我现在就跟你开去 我跟表姑一起去 两个人 一大夜小朝外面走的时候 刚好遇到苏宇从卫生间出来 两个人撞了个对面 陆玉的脚步 一下子放慢了下来 有点不好意思 今天穿得实在是太随意了 一件大T恤 牛仔裤还是破洞的 最最关键的是 头发还没洗 要命 他真是恨不得 找个地洞钻进去算了 表姑 我苏叔叔最爱看你啊 小包子戳了出陆玉 那小手指 刚好戳在他牛仔裤的破洞里 小包子的手指软软的 像挠痒痒一样 弄得陆玉笑了出来 陆玉最怕挠痒了 把他的小手给抓过来 小家伙 你这样随便摸女生 不怕你那些小妹妹吃醋吗 不怕不怕 婆把鼻说了 他们要是敢吃醋 就让我买几个醋糕回来 把他们丢进去吃个饱 你确定这是你爸教给你的 陆玉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 平时纪先生听到小包子 提他那些小妹妹 就头疼得很 怎么可能还给他出馊主意 啊 其实是苏叔叔叫我的 小包子一脸滑稽地笑 苏玉无辜躺腔 见陆玉看过来 他张了张唇想解释 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解释 陆玉看他哑巴吃黄脸的样子 好笑得很 他也没憋着 直接笑了出来 表姑 你笑什么啊 陆玉收起笑 敷衍地回了一句 没什么 我知道 你肯定是在笑我苏叔叔 没有啊 我干嘛要笑人家苏叔叔啊 因为你喜欢苏叔叔啊 宋麻烦 你要是再敢乱说 信不信我取消送你的礼物 那不行 大人说话要算话 我已经帮表姑 把苏叔叔起来了 表姑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 我现在就把苏叔叔赶走 小包子说得很是认真 貌似还有点生气 不过 被忽悠了 当然生气啊 可是陆玉 却被他弄得尴尬得要命 脸红得跟番茄似的 早知道会被小包子当场出卖 他还不如自己主动 跟苏玉联系算了 他是哪根筋答错了 选择相信这个小包子 我会不会有点赞 我会不会有点赞